各位歡迎收聽這節新聞 繼上星期廣州有撐粵語集會之後 香港和廣州今日再有網民發起示威 廣州有過百個公安在場戒備阻止記者採訪 在廣州人民公園裏有大批便衣警員巡邏 有穿上不衣的示威者亦不敢張揚 只是分散在不同角落散步或玩啪牌 期間本台及有線電視的記者 在場採訪期間被大批警員不阻止 警員將採訪隊帶到附近的吉祥小學扣郎文華 沒有市民拿出相機拍照亦都被警員帶走 有民眾就向公安學賭彩 部分人就不易開 警方增援足起人場驅趕示威者 期間發生過推撞 沒有民眾就轉到北京路暴行街繼續集會 除了示威者之外亦都有不少徒人圍觀 在本港幾十人就在灣仔修盾球場集會 他們部分人戴著面具綁上白色絲帶 實施鵝 抗議廣因此舉辦亞運會推廣普通話 要求電視台取消月月頻道 應是打壓這種文化 今次的遊行是由社交網站Facebook的群組發起 遊行人士高舉一條白色的布 象徵聲援廣州的白衣行動 當一個國家它以一種強硬的方法 或者英雅霸權方式去採護這個地方的人的時候 就很容易有一個機會是消失過 或者是被打壓 或者令到這種語言不受尊重 甚至當我們用這種語言去表達意見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反政府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就要維護自己的行為